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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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在家嗎 我是Penny 就到了暗場開箱秀了 然後像這次走的風格啊 帶有一點小小 親復古懷舊的風格 然後像這次的暗場 它的總頻數是12.7頻 然後涵蓋的有三個房間 一個客廳 還有一個完整的開放式廚房 那接下來就要來帶大家看 這個空間的完整樣子囉 一進大門啊 整合了 燈具 全身鏡 對講機 鑰匙區 還有 電箱空間 然後像這個面相 它的畫面可以這麼的乾淨俐路 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的鞋櫃空間 然後除了鞋櫃之外啊 還有一個專屬的展示框 我們還是選用的這種 帶點復古感覺的水模石 然後延伸過來啊 它的這個電視背牆的紋理啊 用的是那種歸造圖的工法 所以它的手刮的紋路啊 自然的感覺會更濃厚一點 然後為了讓整個天然的感覺 是更被傳達的電視下跪的部分 它的就是以畫路甲板 作為主要的建材 這個建材最大的優點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表面那種天然的紋路 包含它側邊的這個甲板 一層一層的都可以看到 然後講完了各式各樣的材料之後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 小齋的機能呢 像我們整個電視牆的上方啊 有做櫃題可以打開使用的 然後再延伸過去啊 全部都是收納 可是這個地方啊 我們一樣是把剛剛那邊展示框的元素 延伸過來 然後整齡著電視牆啊 旁邊就是我們的廚房區域了 然後像這個廚房區域啊 最需要被扛到的就是要整合原本 建商的儲具跟檯面 但我們在設計上啊 為了跟它達成一個協調性 我們就在就有廚房上面 先做了一個L型的吧檯檯檯面 然後這個檯面啊 我們也有把它做一個升高 細節還不只有這樣喔 這個圓洞啊 它這邊是一個藤邊耶 但這個藤邊呢 它不只有做造型而已 最大的功用 它其實是做為一個散熱用 因為在藤邊的另一處啊 一個微波爐的家 然後這個微波爐 我們當然也有做這種 好用的抽盤 然後下方一樣是配有抽屜 然後這個大台啊 還有一個小隱藏的空間 你不要把它浪費到 一樣可以放東西 然後為了要融合原本的廚房 跟我們新做的檯面 我們用的烤漆玻璃 來讓整個空間 看起來是一體性的 然後這個廚房的設計亮點 遠遠不止這個 它這個壁面的圓弧造型啊 是延伸進去我們這個主臥室的造型牆 不只有壁面的造型延伸喔 它包含廚房上方的天花板 都延伸進去 它就藉由整個軸線的延伸 來讓空間是可以達到公領域 跟私領域的模糊感 然後它這個主臥空間的燈光設計啊 就會以間接燈光為主 包含像是一進來的天花板上方啊 再到我們床尾的牆面上方啊 都是以一個氣氛燈光為主 就很有那種飯店的氛圍感 氛圍歸氛圍 驚人也不能捨去 所以像我們旁邊這個區域啊 做了卧榻 但下方啊 好用的抽屜 除了卧榻之外啊 旁邊高起來這個地方啊 女主人的化妝桌 然後也因為是用系統櫃定製的 這整個身高啊 其實都可以根據屋主她本身的身裙 去做一個客製化 接下來就要進去我們的客房空間了 Let's go 然後像這個空間的定位啊 然後像這個空間的定位啊 其實就是留作有朋友想要過夜啊 或是爸媽上來臨時睡一覺的地方 但這個架高的區域啊 沒有多上千次收納 原本是因為 怎麼站著給大家看 小的身高 161左右 可是像我們全市的空間啊 都有做釣影式冷氣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要做架高的 比較高的男生啊 在這整個空間站著 擔心會有壓迫感 所以跟業主協調之後呢 我們就捨棄了 上線式的送納 但我們就把送納 集中在旁邊這一整個櫃體 這個區域呢 就是衣櫃 然後就到開放式的部分 還有一些外出常穿的衣物 然後旁邊 居家必備 可以呆整一台 那除了手持式的呆整之外啊 下面這個櫃體啊 特別的流空裡面 也可以自插座 就是為了佛我們的小白掃地使用 接下來去書房 然後在這個不到兩坪的小房間啊 就是書房 然後書房還不只是一人用喔 它是可以供兩個人使用的 然後這個書桌 都有升降功能 但除了升降之外啊 這個桌子的面材啊 是選擇跟旁邊櫃體 同一個系統板材 然後不只有桌板喔 就連旁邊這個活動櫃 也都是我們請系統櫃做一個定制的 平常有需要的話就可以這樣花花花 然後沒有要使用 做一個固定 那這就是今天的復古小屋開箱 接下來就要來去宮區跟大家聊聊 我自己私心非常非常喜歡這次的風格 因為真的跟我們過往的無印封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然後以這個案子來講 最喜歡的空間 廚房區域 因為它本身天花板有做一個降板的關係 就讓這整個空間自然的萎縮出一個包廂的氛圍 然後再加上動線上啊 它是煮菜 切菜 洗菜 然後再到放菜的大台 還有用餐空間 它都是在一個一步以內就可以完成的距離 包含這個地方我們平常屋主 他們享受兩人時光 然後除了兩人世界之外 偶爾一定還是會有親朋好友來家裡 拜訪聚餐 所以這次我們送屋主的新居落成禮物就是這個 布努農 玩具型加大款 多功能 電烤盤 謝謝乾爹 然後像這個加大款呢 還有兩種顏色可以選 大紅色促進食慾的顏色 還有這個奶茶色 而且它不只有顏色很百搭之外 重點是功能還超級強大 玩具款跟我們一般款的差別 然後以烤盤來說 大的就可以放一二三四四塊牛排 然後小的兩隻手下去就滿了 而且它不只有大小的差異喔 因為像小的它比較平面的關係 油其實都會在表面上 可是它大的有這種立油溝槽啊 就可以讓油這樣自動的排到四周 越吃越瘦 它除了烤盤之外啊 胡蘿豆最為人所知的 就是他們的章魚燒烤盤了 可以像小的啊 最多就只能做24顆 可是大的它可以做35顆 你真的是可以找樓上樓下 親朋好友一起 五個人一個人就可以吃到七顆耶 還比那種夜市的章魚小丸子 一盒六顆還要划算 然後除了街烤之外 我們連組的都不放過 以這個鴛鴦庫來說 一般款兩邊加起來 就只能兩公升 可是這個玩具款啊 可以到四公升耶 直接整整多了一倍 他們就可以加更多 丟更多的料 放更多的水 就可以吃更久 一旦今天一起吃飯的朋友啊 只是四個人 六個人 八個人 都MAN歡樂 但如果也是一個人 住在那種小套房的空間裡面的話 就很適合選這種小型的電烤盤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一個家庭裡 偶爾有親朋好友過來聚會的話 非常建議大家可以選這種 玩具款的 加上現在疫情那麼嚴重的情況下 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家裡了 推薦給大家 多在手 歡樂無法搭 這太老套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跟我們的業主 一起用布魯諾 吃慶功宴了 大家掰掰 掰掰 因為我的廚藝真的滿可怕的 但給業主吃的 我們一定是要精心挑選過的 像現在大家看到的 Uber評價滿高的餐廳 好 但重點不是這個餐廳 重點是啊 看到這個鴛鴦烤盤 可以放兩種完全不同口味的 就可以滿足想吃辣的 跟不敢吃辣的人 然後又可以放兩種不同的肉 像這個啊 就是牛肉跟豬肉 然後旁邊 其他的小配菜 重點是我們的菇 中間快來吃 還有我們的業主 期待下一個家就是你家 掰 嘿 現在下載哈咪Video App 訂閱Kate 就可以搶先14天 看小宅的最新影片咯 快去下載吧